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到致敬讲堂 我们今天跟郝先生继续谈启蒙的方方面面 郝先生 你好 曹大哥 你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郝广财 也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AI小帮手 叫阿娃 他看起来好像青蛙 其实叫狮子 我们今天想来谈谈宗教 过去宗教当然对人类文化的丰富性 还有我们文明的相当提升 都有这面的帮助 可是现在从鸭亚战争看起来 宗教恐怕需要自己的检讨 因为宗教在很多地方变乱源了 它并没有发挥宗教所提升文明的作用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来谈 宗教或许其实对我们有贡献有什么 现在发生什么问题 其实我觉得应该要怎么修正 就来聊这个 首先我想说 其实我们现在看很多的古迹文物 其实都是跟宗教来的 我觉得各的是教堂 圣母院 保存了非常多的建筑之美 里面还有很多雕塑 绘画 音乐 很多的诗歌什么的 所以宗教对丰富人的文化很大的贡献 因为以前的帝王抢了钱 可是很多帝王其实 尤其欧洲的中国的帝王都不认识字 所以他们其实很野蛮的 是靠武力得到权力的 宗教出来教化他们 因为当时只有教士是有读书的 那他们可以解释 用神的力量来让他们行善事也好 或者守一些规矩也好 还有最重要的是让他们付出 因为这是献给神嘛 所以你看教堂都很宏伟 甚至像巴黎圣母院 根本就是当时的主教有一个想法 说上帝是光 然后才发展出歌德式教堂 否则根本就不用搞那么多玻璃 教堂不会垮 这个对科学文明 文化艺术都有帮助 你看日本也好 你看那庙 中国可能战乱太多了 很多庙毁掉 可是留下的东西 你看像敦煌 这个没有宗教的力量怎么做得到 没错 就是怎么讲 就是为了神付出就不计代价 对 我觉得很多这种看文物 比方看出敦煌 壁画 佛雕 其实跟文艺复兴的时候一样 就很多登峰造极艺术品 我认为它三种力量的结合 第一个是权力 第二个是财富 第三个是信仰 其实像美开朗基罗 他们这些人弄创世纪 其实他是对信仰是很执着的 中国帝王也是像五湖十六国进来的时候 前面几个没信仰乱杀乱整的 疯疯点点的很多 可是开始到北魏孝文帝 这开始有佛教了 有信仰了 他开始要汉化 其实我感觉五湖乱华这个字眼都不太好 应该叫五湖兴华 对 或者五湖荣华 就是它其实是一个进入汉化的过程 这些湖人我们什么鲜卑枪什么都不见了嘛 连什么慕容这些信也没有 只有武侠小说里有 所以它其实已经融入了 对 其实那个北魏啊 就因为汉化 有些人要汉化有些人不要 所以后来分裂成东西魏 对 东魏传到这个北齐 后来西边那个传到北周嘛 对 其实北齐的东西我收藏一些 那个佛雕啊 这是精美 我收藏一个北齐那个金的皮带的扣环 哦 就是北齐这个其实很奇怪 它的时间很短 是28年好像 可是它那个文物啊非常灿烂 但是还是从北魏开始有受到佛教的影响嘛 如果没有宗教 他们留不下这个遗产 对 就在历史上就消失了嘛 对 所以说这个宗教对这个文化啊 是很有帮助的 那么不过我现在喜欢区分说这个文化跟文明啊 文化我的定义就是说呢 一段时间一个区域里面啊 这些人呢 他十一住行娱乐 包括他的三观 什么那个宇宙观 人生观 价值观 通通加起来啊 这叫做文化 所以文化是有地狱性有时间性的 就是生活嘛 是 可是这个文化里面有文明 可能有不文明 是 所以说文明怎么区分 文明就是说也蛮的反面嘛 文明就讲这种真善美乐 就是他们上次讲的 所以 这两个其实也有区分的 对 对 那人家有人说什么文明冲突 我说讲错了 文化也说 是文化冲突 可是文明不是 文明好像说你的健康状况 跟我的健康状况 那什么冲突啊 文明就好像到福尔泰这样嘛 就是 我即使不赞成你说的话 可是我事实保卫你说话的潜力 这就是文明人跟文明人 对 这是文明啊 对 求真嘛 求善啊 可是文化的冲突是很厉害的 比方说印度嘛 独立以后 伊斯兰教跟印度教 随火不容 各自大迁徙 就成立东西白石坦 是 然后这个东白石坦又变成了孟加 孟加跟白石坦就分开了 是啊 所以这个 这种是文化的冲突 文化冲突以前很有意思 这个印度教 他很崇拜牛 牛可以随便走路 车子要让他 是 回教不是猪肉 他专吃牛 是 是 印度教呢 要冥想残修很安静 那个回教 每礼拜是吧 很热闹 要那个 大喇叭 大喇叭 是 就这些事情 对啊 就是文化的冲突 冲突 对 就是又不容 所以宗教其实 早期是对文化艺术 甚至科学都有前进 可是 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出现问题 以前在 应该是 其实主要问题是 当时 380年 那个 罗马的皇帝 叫做迪奥多西 他就是宣布基督教为国教 他当时为什么这样住 是因为 罗马的权力 其实是分散给 在贵族手里 他为了要跟 这个元老院 贵族夺权 所以他要得到 平民的支持 可是当时的 比较贫穷的人 或者一般平民 都信基督教了 他把这个拿来 就 我这时候 这个皇帝 就不只有政治权力 我还有神权 所以演变到 后来变成教皇 好 他下令基督教为国教以后 开始出世了 因为他是一神教嘛 那 想夺权的人 比如 最严重就是在那个 埃及的 亚历三大城 本来那里是 允许各种宗教 犹太教 基督教 还有所有乱七八糟的 多神教 全部都在那边 所以那里是学术中心 亚历三大港的那个 亚历三大图书馆 是以前的 等于 全世界最大图书馆 对 等于牛津剑桥 这个意思 当时的有一个 馆长是女神 叫西帕提 你看多厉害 因为他小时候就很聪明 他的爸爸是馆长 他爸爸就是教他 数学 哲学 天文学 不让他去学做饭 缝补 这些不 而且他长得很漂亮 所以那时候有人说 他有柏拉图的头脑 那个希腊女神的美貌 所以他地质也很多 连总督都是他的地质 他最重要的是 他最早开始把 这个行星绕太阳的轨道 找出说椭圆形 可是他在西元400多年 415年的时候 被打死了 就是基督教新任命的主教 要夺这个权 那他是女生 他又是 等于 多重信仰 多重信仰 他自己没有特殊信仰 好 然后他这里又有知识 所以进来 他就被乱石头打死 然后他们要强迫他 改姓基督教 他不愿意 打死以后 那个就 播光 游街 很可怕 播光啊 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 很惨 然后 亚利桑那图书馆就被烧掉了 他的这个 椭圆形轨道论 是到1595年 卡普勒才定 等于人类晚了1000年 对 所以 单一思想 其实就是可怕在这个地方 对 你讲那个 卡普勒讲 这个叫天体运行三定律 是 从那时候开始 其实 人就开始进到科学时代了 对 所以我自己定义科学从17次开始 就是说 从卡普勒这个 定义这个天体运行 是 他定义完之后 那那个 后来才有牛顿的升定律 对 有力学开始 有电磁学 光学 就是吃饭 过了一世纪 18世纪 起门运动 起门运动开始 对 起门运动开始说 哎呀 我们应该尊重科学啊 理性嘛 理性就是讲证据 没有证据就是假说嘛 假说你要经过科学方法证明 然后才变成一个所谓定理公理 是 那这个从 其实从科学出来之后啊 就发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说 科学家定的规律啊 不管你是什么 上帝阿拉都不能改变 是 是 都不能改变 是 那么你要去跟科学冲突 就打败 比方说那个 基督教当时的圣经说 全世界绕着地球转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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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是宇宙中心 对 那你这个日新说出来 是 其实那个哥白尼啊 他在1543年死的时候啊 他那个日新说啊 不敢直接发表 不敢发表 对不对 而且很有趣 哥白尼啊 这个很有学问的 他是这个通各种语言 是 他会还有医生 是 他是做外交官 他还是法律的这个专家 是 那么他就觉得这个 日新说出来啊 恐怕冲击太大 对 所以他也很保守 是 反正死的时候说 请朋友发表 朋友发表 可是出来之后 过了很久啊 1543年到科普勒这个 1609年 对 发表了这三星期 中间隔了60年 是 是 在那时候中间有个倒霉鬼 叫Bruno 对对对 被烧死了 我记得 他在1600年好像 在罗马被烧死了 他的这个 其实主张就是说 这个宇宙很多的 不是只有地球宇宙 是 意思说 上帝不是只有一个 是 但是 布鲁是很有勇气 所以他被烧死了 这也就算了 我感觉比较倒霉是 潜力略 反正最后不能被软禁嘛 所以说这个科学 开始冲击到宗教 是 那么我觉得这个 基督教有算不错的啦 基督教他 他这个新约跟旧约 我总觉得 我感觉那个新约 根本是佛教徒来帮他写的 对 有一种 就是有一种说法啦 是是是 我是觉得说像这个 新约 那么世上是大大的减低的 基督教跟其他宗教的冲突性 我觉得最危险的宗教 我必须讲是回教 哦 你看这个法古山 出了本这个比较宗教学嘛 是是 这里面讲这个回教 真的是不得不那个 你看 他说这个回教 它是鼓励战斗的宗教 是 不复同的看 对吧 《古兰经》里面 什么57章第四节说 所有的产业都是阿拉的 如果你们要战斗的时候 在胜利之前 先把产业捐出来的 你会比兵高一等 还有他说 《古兰经》第八章 什么十五十六节讲说 你们遇见不幸的人 前来作战的时候 不得转过背去 就一定要面对敌人 除了为了战术 或者归队以外 凡是掉过背的人 一定遭受阿拉的恼怒 会受到严惩 如果敌人后退 《古兰经》讲 说你们要追击敌人 不要放松 如果是你们受痛苦 敌人一如你们一样受痛苦 可是你们会得到阿拉的祝福 是 所以你看这个《可兰经》来讲 他是认为说 这个杀死不愿接受 以色列人教信仰灯 不但无罪 到时候阿拉喜欢 必定有所赏识 所以说其实 宗教基本上 一直都是被政治利用的 对 从古到今都一样 我们刚刚讲这个佛教 传到五湖 魏晋南北朝 其实佛教发展的高峰 可是中间有四度灭佛 对 这个意思是什么 我利用佛教的时候 有用 我利用 等到佛教 势力自己大起来了 他又怕了 就杀 有点像这个 这个现在 所有集团国家都一样 是 利用谁 到最后 就杀工程 对 就这样 政治有时候利用你 政治也很可怕 就是说 他有时候没办法 即使他在那个位置上 他为了得到那个权利 只好抛弃真理 就有时候这样 对啊 就是被绑架 被绑架 比方说你那个现在 现在很多这个YouTuber 是 会被流量绑架 是 是 你讲的话流量跑进来了 就一直跟着这个方向走 所以启蒙 启蒙运动在德国 我感觉有一个政治环境 就当时德国是很多邦 不是一个德国 所以当时像巴哈这样他搞音乐 他当时想做伟大音乐 就是赞美神的音 主的音乐 可是他的那个邦的领主 就是那个大公 不同意 就说我是要听 吃饭的时候听的人 你不要给我搞那些 好所以他就要辞职 跑到另外一个萨根那边去 那个帮的那个国王 愿意让他做 结果他就被这个帮的老板 把他关起来 就说你想这个怎么可以背叛 后来还好那个 来求情 等于拿钱交换 所以他就跑到另外一帮去了 跑到另外一帮去 才做出那些伟大的音乐 对 你有讲到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其实欧洲当时分裂的 大大有助于这个科技和启蒙的发展 是 你要不要说那个蒙德斯九 他本来是路易王朝的贵族 当然是男爵 还是做过法院的庭长 对 他后来看路易这个王朝太腐败了 所以后来他才主张说 用新三权 就是行政立法司法 要取代旧三权 什么叫旧三权呢 就是神权 王权 还有贵族 对 那当然后来他也不行 跑到英国去 对 就当时欧洲这样乱 可以跑来跑去 像福尔泰就跑来跑去 对 所以他跑来跑去 所以他那个真理 那个智慧 不会被人家硬把他封杀掉 是 对 跟中国一样 就春秋的时候 你看孔子周又列国 就是跑来跑去 对 讲给喜欢的人听 看有没有机会 对 我们讲文明的真善美 是 你把那个真把它压掉了 文明整个 整个坠落 所以反过来你看 美国是United State 它很多州法律不一样 光堕汰就很多地方不太一样 但你有机会可以跑来跑去 在你喜欢去的地方容许下来 我觉得以前那个宗教 它不只人家说这个 作为一个控制群众的一个工具 或者说等于说对群众做集体催眠 对 对 你看那很多仪式 然后大大跪拜 还有那个大喇叭 都是催眠 对 对 催眠走了之后 吸奈套 对 对 那这个启蒙就是讲理性 讲证据 反催眠的 所以从这个启蒙到现在200年来 我们必须了解 世界跟200年完全不同 对 讲到这里 我想我们可以把刚刚的谈话 做一个小小的结论 就是说从11世纪 人类开始发展科学 18世纪推动启蒙运动 这两三百年来 人类社会已经有了重大的进步 今天我们大部分人 都可以活在平和理性的环境里面 用知识和科技创造我们的财富跟幸福 那么因此在今天 我想我们所有的宗教 都应该尊重理性科学 要放弃一些反科学 或者排斥异教徒的集体催眠 那么转而加强所有个人的内心的修养 我是读佛经 可是其实我也看圣经 我觉得这个圣经新约 这个哥林多前书13章4到7节 里面讲这个爱的定义 非常伟大 值得我们参考 下面我请阿娃来帮我们念这一段经文 爱是很久忍耐 又有恩慈 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自夸 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 另外提醒大家一下 请帮我们按下订阅小铃铛 好吧 今天就先聊着 先聊到这里 我们下次继续 谢谢广财 谢谢大家